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H&N 之前我們做了一個影片 跟大家介紹一下 香港的屋苑原來有些 很古怪的外語名字 古怪的名字 其實中文也不太懂得唸 也是的 當然香港怎麼知道這麼少的例子 所以今天 繼續跟大家找了一些 不止外語 可能中文也不太懂得唸的 樓盆名字 給大家介紹一下 前一段時間我也是 逛街見到很大的宣傳廣告 其實我看過中文名字 我都不太懂得到它的意思 看完它令我 外語名字 更加不知道是什麼 中文名字叫做 意題 我在電車站見過這個廣告 嗯嗯嗯嗯嗯 那外語名字是什麼呢 很多音節的 對 我看過都不太懂 我搜尋過的就是意大利文 是Potsibonsi Potsibonsi Potsibonsi 其實是意大利中部的一個地方名字 嗯 因為這個樓盆 其實就是在 御景灣的堤半徑 即是海堤的堤 對 所以可能中文名字 用這個解釋到 異題可能就是意大利的題半 可能 可能 之後這個 上次也有說過 我很喜歡中文名字 中間加了點 這個就是 這個叫富豪 點 山峰 嗯 它的外語名就是什麼呢 它的外語名是Mount Regalia Mount San 山峰 對 Regalia 其實也可以是英文 就是說那些 成裝 就是regal 其實應該是derived from Regal 即帝王 那些特別漂亮的衣服 嗯 接下來這個就簡單一點 中文名叫 上月 外語名是Löpong Löpong 嗯 我們上次也有一個Löpong Löpong 對 好像差一個I字 Löpong 應該是法文 Löpong 是一條橋的意思 嗯 即是和中文名是完全無怪 完全無怪 你會怎麼讀它呢 如果你看到它的名字 Pong T 嗯 那個T是不讀的 嗯 明白 嗯 下一個呢 其實它那個 俄語名 都 你只能看 其實都大概猜到 中文名叫 海日灣E 對 它的英文名 你覺得它寸錯字 因為它是Central Horizon 嗯 而不是central 沒有L 對 所以你強行說 它也可以是 它是Italian的 但好像是沒有 即是 一有 Italian的有一個Centrale 即是動詞來的 總之你其實 都是說中間的意思 所以 我想它不想拿 不會在中環 所以 就拿了一個Central 我不知道 因為它其實是白石角 創新角 對 可能它擺 如果它用Central 可能有些人不會 所以就是Central 那直接沒有這個名字 說了 都可以 Anyway 下一個呢 就叫做 家晞 不像人名 對 家晞的英文字名 是Solaria 為什麼呢 不知道 其實都猜到一下 因為Solar 不解釋 太陽 這個又真的 因為可以配合到家晞的 也會有個 也會有個 太陽 光 有什麼感覺 所以 大概都是這樣 不過好像之前那一聲 TRA 又要做一個字 但其實 可能真的沒有這個字 不知道是什麼文 好聽點 響點 Solaria 嗯 那接下來這個 挺有趣的 我們上次有一個叫做 Auto Residence 這個就差不多 叫做 Auto Residence 反而難讀的是中文名 對 叫做 聖林 為什麼叫做Auto Residence 是否給那些小孩住呢 人家在那沙里島 就是要分那沙 這個比較正好一點 嗯嗯嗯嗯 其實 那沙又是為什麼呢 那沙本身 如果你這樣看 如果你不理會 你不當它什麼名字 那沙是一間房間 那沙也是姓氏 嗯 因為我自己查過 就是 有個 應該有個法國人 叫做那沙 就是一個探險家 嗯 所以可能 就是 Ling After Him 那沙可能就是 因為這個人 記念他 所以 這樣叫做 然後這個呢 我反而挺喜歡的中文名 也挺有詩意的 叫做 沿海 沿海 哦 和沿的原 這個名字 真的是英文名 是The Esplanade 不是 Esplanade 不懂得讀 Esplanad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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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 我不知道 不過是英文名 是海邊 就是海旁大島 嗯 嗯 但是看這個名字 我馬上想起 其實是新加坡 是的 新加坡的榴槤 但是很出名 對 很出名的表現中心 其實跟這個 沿海一模一樣的名字 然後 這個呢 又是兩個中文名 都很難讀的 我自己有很多筆畫的 叫做 俊瑩 它的外文名字 是Boumont 不過 傳錯字的Boumont 你這樣看 就像一個凡文的Boumont 即是美麗的山峰 是的 但是那個Mou 它是正常的 如果真的法文 就是Mont 但是它用回英文的Mount 就是Mount 即是山峰 所以就是英法合璧的一個字 嗯 我們上次也看過這樣的類似 是的 不過這個簡直是混合成一個字 因為本來都是Moumont 其實都是姓來的 都是姓氏 即是秀峰的 那些姓氏 明白明白 那接下來這個 這個名字也是挺漂亮的 前一陣子我們也經過的 所以留意到 叫做 愛編會 那你覺得它的外文名字怎麼讀呢? 呃 Papilons Papilons 好啊 都幾次 是Papilons The Papilons 沒有S的 其實 我被它影響了 The Papillon 嗯嗯 其實是解蝴蝶 所以 其實也是跟中文名字 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經過 其實他們 有些裝飾 就是 有蝴蝶裝飾 就是他們知道為什麼 而且中文名字 沒有直接反映蝴蝶 但是他也挺有趣 改一個沒有人懂得讀的名字 也挺有趣 對 有趣有趣 說到很多奇怪的名字 其實終於有一些 good example 對 這個中文名字 叫做 浩田 浩田 對 但那個田字 是田字旁 還有文字 文田 英文名字 好啊 所以就是 韓文田 對 英文名字是 為什麼呢? 英文名字是 所以 又是文田 所以 這個 真的挺配合 我們的名字 對 很好的例子 我們都覺得 今天介紹的 樓本名字 就差不多了 但如果你們 都知道 有些很特別的名字 樓本名字 不妨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告訴我們 我們還有research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 再講一個 好了 就這樣 拜拜 什麼 之後 跟我們 公文字 transmit 她 人 GSA